如意转,韩香剑手里握着此无趣事,乾隆看后崩溃,我错怪如意了 如意转已经接近大结局了,我们的女主也马上就要下线了 说实话,如意真不适合当皇后,在没当皇后前,她和乾隆之间的感情一直都很好,乾隆也多次护着她 可是为了帮助她登上后卫,乾隆宁愿陪上索心的一条腿也不在乎,丝毫没有考虑到如意的感受 韩香剑其实是如意悲惨命运的开端,当时韩香剑一出场,乾隆就觉得这是自己最爱女人 在用尽所有办法之后还是无法打动韩香剑,最后以皇后的职责为理由强行让如意去劝服韩香剑 如意就这样被乾隆伤了一次 可后来太后也以同样的理由逼迫如意给韩香剑送去绝育药,在乾隆之道后怒甩了如意一巴掌 旁边的容配立马下跪要说是奉了太后的旨意办事的,可这时太后甄嬛出现当何世老,却丝毫不提这件事是她主使的 如意告退,就这样被乾隆诱伤了一次,半年都没再去见乾隆 之后因为凌云彻的事情让如意对乾隆是绝望了,虽然其中有令妃的挑拨,可贵跟结底还是乾隆不信任 如意的心冷了,自闭在一昆宫亮年之久 乾隆南巡也成为了如意的绝唱,水玲珑是压垮他们两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乾隆在南巡是沉迷于水玲珑的风情,甚至还叫来了好几个同为烟花女子的人士琴 如意大怒和乾隆大吵了一架,在争吵过程中乾隆气愤的说出如意根本不配当着皇后 如意也是果断,自行顿发肺后,和乾隆断情 可如意被送入一昆宫不得外出,也许是如意对乾隆心冷了,也对后宫的纷争厌烦了,不久之后如意就自尽了 如意死的委屈 海兰当然不甘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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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儿子也被令妃害死了 对于他来说不扳倒令妃死都不能明目的 还好如意在后宫中还有非常给乾隆宠爱的韩湘剑当朋友 韩湘剑为了帮如意报仇改变了自己,迎合乾隆的心意,让他所受到的恩宠比以前更多了,也因此他才能一直压着令妃不让他被封后 在海兰,韩湘剑和蒙古后妃的努力下,终于在十年后把令妃扳倒了 没有了 没有了敌人的韩湘剑也一下子失去了奋斗的目标,没过多久也病入膏肓了 在韩湘剑里死前,他把之前留下的太后送来绝育药的证据交给了乾隆 乾隆傻眼了,原来这么多年他都错怪如意了 又闭嘴油 就算了,我看的时候要帮忙了 我可以去搂太阳黠迷队 都是为了下onders 你很想要帮忙了 最后不要来 你会不会備计券 那我准备 你会想得出 你会想得到